很多朋友都爱吃剁椒鱼头 但是我觉得还是用这种黄野山椒做出来的好吃 今天呢教朋友们怎么做 首先我们来制作剁椒 准备泡野山椒一包 把泡椒水倒出来 倒出来这个泡椒水呢不要丢的 我们可以用来做泡蔬菜 或者做泡椒鸡爪 接着把野山椒剁碎 尽量做的细一点 再把大蒜生姜做成末 再切一点小葱花放在一起备用 准备少许的豆豉 下面呢就开始制作 锅中加入猪油 猪油化开了之后下入豆豉炒香 炒香呢再下入刚才准备好的葱姜蒜和剁椒 把水分炒干 然后调味加上盐 白糖鸡精 炒匀就可以了 这样剁椒就做好了 炒好的剁椒不仅可以用来做菜 又来拌饭配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 做剁椒鱼头 鱼头都是从背物给它破开的 里面的血块和黑膜要把它弄干净 在这个部位呢是有牙齿的 卖鱼的热心老板呢已经帮我把它弄掉了 两面都有牙齿 这个牙齿很新的一定要把它去掉 在背部呢切上划刀 方便入味 加入少许的白酒 拍碎的葱姜 挤出葱姜汁 均匀的涂抹在鱼头上 腌制十分钟就可以了 腌制好之后剪去葱姜 然后把鱼头放在碟子上 再淋上少许的蒸鱼齿油 接着把刚才做好的剁椒 均匀的铺在鱼头上 锅中的水烧开 盖上盖子 大火震上十二分钟就可以了 蒸好了之后呢我们切盖 打上一点葱花 然后用热油撕一下 这样剁椒鱼头就做好了 在我们这里呢 特别喜欢吃这样做法的剁椒鱼头 吃的时候呢 我们把鱼头给它拆开 鱼肉蘸着汤汁 一口接着一口根本停不下来 等到鱼肉快吃完了 我们再下一盒一锅面条 用这个汤汁拌面条 也是非常的美味 好了 喜欢的朋友就试一试吧